我們離開這個歷史封造博物館 它都蠻好,由日本初文原始人一絕講到現代 唯一就是明治維新,沒有講到因為剪館在裝修 但是明天就熱死了 免疫 我們看看這階段有沒有巴士去巴士 但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們來檢查一下 等20分鐘,我們走15分鐘,這樣走算 希望沿途陰一點 很難理解到博物館的巴士會這麼少 但某程度上,人流亦是極少 如果營運的巴士,真是屬於巴士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他們說,你們這些傢伙走算 你們反正都會有心理,就會來 沒有心理的那些,蟻他都不來 這間博物館介紹,座倉有個連隊 在軍閣市 他的軍營就是這裡 所以這裡呢,我們在走的 叫做連隊的圍子公園 以前那條古城樓 我們走到這邊吧,火那麼曬 再走5分鐘就到火車站 幸好沿路都是陰陰地 好了,就見到學生哥放學了 好,幾經周轉 我們又回到這間酒店,新宿 吃這個魚魚 很辛苦回到酒店,很累 現在吃一個窄變了的秋魚餅 他買了12個,但500多元也不算貴 很細條 很細條,而且他會選擇不同的味道 然後我買了6種不同的味道 我買了兩個 啊!絲目好吃 還有看著它,一般擠著 然後,他們沾沾沾沾沾沾 就跳一點點,跳一點點 跳一點點魚,像跳起一樣 彈上去,會是兜兜的 幾個人 不知道給不給拍 這個士多啤梨味 真的是士多啤梨 雖然這樣說很快 今天喝一杯綠茶 這就是我的晚餐 待會出去便利店買一杯冷飲品 唉 雖然現在喝熱 那個粗魚燒 好像是綠茶也不錯 擠一些粉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我在靜光茶之道 攪拌了十分鐘 只有跌絲那麼多粉 在這裡 出來的粉和我差不多 差不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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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